高真微微地有些羞红了脸 却神情肃然的道 黄祖母误会了 孙儿并不认得此女 只是听您说起 就想起了另一桩事来 可能跟这位秋二姑娘有些感激 哦 太后挑了挑眉 是什么事啊 高真便为她细细讲了一个 充满巧合的故事 自然半真半假 大半是她编的 只是太后不会知道 当事人也没法辩解 梅山伯府邱家娶媳妇 便请京中皇亲国戚 官宦士族 广平王府也没有落下 而且广平王与高真父子俩 都各得了一张帖子 可是广平王对这种事 是没什么兴趣的 高真又跟邱家不太熟 所以就没去 只派了王府的常识 带着礼物上门道贺就算了 王府这位新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常识 为人老成机警 很是能干 就是酒量不太好 那日邱家喜宴 他在席间遇上几个熟人 多喝了两杯 觉得不妙 担心醉倒了会出丑 就赏了倒酒的小丝一点碎银子 让他帮忙寻个地方 洗个冷水脸 喝点茶 吹吹风 等酒醒了再回席 若有人问起 就说他敬酒去了 反正那天来喝洗酒的人很多 达官贵人到处都是 他一个小小常识 暂时消失了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于是他就被领到了邱家一个偏僻的角落里 那里有胡石与花丛 与花园只有一墙之隔 无人光顾 清静又自在 他让小丝寻了块尸帕子来擦了脸 就绕到胡石后面坐下 打算歇上一会儿就回席上去 想不到没等多久 就有个人鬼鬼祟祟的走了过来 还站在墙角下 拼命的往花窗的另一面张望 又扮猫叫 王府的常识 认得这人就是京中有名的安阳侯府大公子 有风流的名声 见其行迹可疑 担心自己撞破了什么密室 叫对方知道了恼羞成怒 便躲了起来不让对方看见 他心里也有些好奇 瞧着安阳侯府大公子的举动 似乎是跟什么人约好了 而墙的另一边是花园 是邱家今日喜宴女宾夕所在 难不成对方是要跟谁家的女眷私会吗 不一会儿果然有人来了 虽然隔着墙 但王府常识透过花窗 隐隐约约能瞧见那是个妙龄少女 长相秀美 打扮华贵 显然不是一般人家的女儿 而安阳侯府大公子与对方搭话 言谈间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叫她秋二姑娘 听到这里 太后差点打翻了手中的茶碗 惊叫失声 你说什么 高真平静地回答 王府常识听得清楚 安阳侯府大公子 叫那少女求二姑娘 太后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冷笑着说 哼 这就是皇后为你挑选的好媳妇 她真是一点好都不给你 连皇家的体面都不顾了 什么香的臭的都往你府里塞 真是个好婶娘 一想那皇后存心要给她大孙子戴绿帽 她就气得浑身发抖 忍不住重重地将茶碗拍在了桌面上 高真握住太后的手 冲头微微一笑 皇祖母 您先别心急 安阳侯府大公子 跟秋儿姑娘并非您想的那种关系 他们是为了商量事情 才会在那里私会的 再说 他们不是还隔着一面墙吗 哼 隔着墙又如何 梁家又不是亲戚 姑男寡女的 满着所有人约在那里见面 难道还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情不成 皇祖母息怒 高真紧紧握住太后的手 孙儿最想说的话还没说完呢 这件事非常要紧 本来孙儿没有时政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事关重大 又涉及皇祖母的亲族 才不敢隐瞒 太后见她正中 心情也变得肃然 你说 安阳侯府大公子 与秋儿姑娘说话声量小 王府尝试离得远 隐隐约约 只听到了一小半的话 似乎是 约定了要秋儿姑娘 将什么人叫出来 让安阳侯府大公子撞见 只是秋儿姑娘没能成事 所以受了埋怨 有几句话 安阳侯府大公子气愤间 就说得大声了些 常使便听清楚了 她说的是 皇后娘娘有旨又如何 不是美人 我绝不会要 难不成太后的侄女 嫁不出去了 非要逼我娶她 太后猛然地站起了身 咣当 这回太后娘娘手里的茶碗 是真的打翻在地了 茶水似箭 碎瓷散了一地 高真说的故事 并没有太多的细节 但并不妨碍 任何人根据她所说的片段 进行脑补 而太后就很容易 脑补出了整个真相 认定是皇后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嘴上说着赞成 蒋谢两家联姻 背地里却命人 寻个色鬼来 意图害了蒋家女儿 这种事 叫她如何能忍 太后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不停地念叨着 混账 混账 除此之外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高真担心她会气出病来 联盟好声安抚了一番 又劝道 王府常识 只是听了只字片语 兴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一切都只是误会罢了 太后颤着声音说 都到这份上了 还有什么误会 难不成 朕要让我的亲侄女儿 中了她们的算计 名声尽悔 前程尽丧 被她们逼得去死了 真叫不是误会吗 高真知道过忧不及 听她这么说 就低头不说话了 太后气了一阵 稍微冷静些了 即刻命人去蒋家传旨 她要把事情问清楚才行 高真也不在意 她进宫前就已经先一步 去蒋家那里问过了 有十足的把握 广平王府的常识 其实没有偷听 那么多的内情 她只是无意中 撞见安阳侯府大公子 在梅山伯府花园墙根下 与人相会 而花窗另一边的人 又很像是 主人家的二千金 如此而已 至于他们相会时 说的是什么 她一句都没听见 可只要她不说 谁又能知道这一点呢 只怕她明说了 自己什么都没听见 太后也只会认为 她是在为蒋家女儿的名声着想 向外界隐瞒真相呢 剩下的情报 有的是高真从蒋家听来的 也有他们父子 在宫中的耳目打听到的 皇后从成为太子妃的 那一日开始 身边侍候的人里 就有前任太子妃 中世用冠的人手 因为广平王将自己 留在东宫的人 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弟弟 哪怕皇后以为自己成为六宫之主后 就已经将这些人都打发干净了 但被提防的 永远都是出头露脸的那几个 谁会关注底下 做粗活的小人物 蒋家很快就来人了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蒋文的亲生母亲 蒋四太太 她对这些事知道的比较清楚 也跟蒋老夫人暗地里通过气了 听了太后的问话 她满腹怨气 毫无隐瞒地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太后听说秋家喜宴期间 秋元一直在耸恿蒋文离席 正好跟高真的话对上了 历史就认定了这是事实真相 她是久在宫中的老人 脑补的东西 只怕比皇后与秋元本来的计划 还要更不堪切 自然也更加的愤怒 愤怒之余 她又感到非常的伤心 皇帝当真不知道这些吗 看她把皇后纵容成什么样了 真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可好歹蒋家也没什么对她不起的地方 温丫头的祖父 父亲对她都是忠心耿耿的 她为何要做事不管 温丫头的名声若是被她毁了 蒋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 难不成蒋家就不是她的母族 她如今就算是翅膀硬了 也没必要无情致死吧 太后伤透了心 蒋四太太告完状后 也稍微冷静了些 见事情牵扯到了皇帝的头上 她聪明地闭嘴了 只是默默地低头抹泪 一句话也不说 却暗暗给高真使了个眼色 高真到乐得给皇帝添麻烦 只是祖母素来疼她 她也不愿意看着太后过于伤心了 便温严地劝道 皇上日理万机 未必就知道这种事 若她不乐意讲谢两家联姻 当初明说就是了 何必跟皇祖母撒谎 孙儿觉得 皇后会让人偷偷摸摸的行事 想必也是瞒着皇上与皇祖母 皇祖母先别伤心 还是请皇上来问个清楚的好 太后收了泪 默默点头 身边侍候的心腹工人 立刻命人传话去 不一会儿 前行宫回音 皇上正与几位重臣商议 临夕重建之事 连晚膳都还未用呢 皇上请太后娘娘稍后 等商议完了政务 就即刻过来请安 太后听了冷笑一下 哼 果真是日理万机 其实这种事经常发生 太后也常劝皇帝 要以政务为重 若是皇帝因为朝政 而推迟请安的时间 她从来就不会生气的 反而还觉得皇帝这样做是对的 只是今天她正在气头上 刚脑补了一番 儿子娶了媳妇 就忘了娘的故事 所以就脑了 高真为了进一步塑造 乖孙子好孩子的形象 再次劝说太后 皇上也是为了天下百姓 皇祖母就别生气了 多等一会儿也不要紧 这点时间 皇后娘娘也干不出什么来 太后渐渐地冷静了些 不过天色已黑 蒋四太太身为外命妇 不能在宫中久留 也就匆匆地告退了 高真自告奋勇 说要去送她 蒋四太太虽然有些诧异 但没有说什么 高真就这样一路将她送出了宫门 至于路上 她跟蒋四太太都说了些什么 那就是秘密了 送走了蒋四太太 高真并没有返回慈宁宫 而是直接去了乾清宫 皇帝已经跟几位众臣商量完了正事 正准备慈善 他是个相当懂得体贴属下的上尉者 知道几位众臣年纪都不小了 忙了大半日 此时必然也是鸡长鹿鹿 而从乾清宫出去 出了皇城再回到家 至少也得大半个时辰的功夫 这么长的时间 要这些老人家一直饿着 也太可怜些 所以皇帝就请他们留下来 陪自己一道用膳 他经常做这种事 已经习惯了 正殿东次间里 有一个隔间 就是专门用来派这种用场的 他会跟臣子们 围坐一张桌子用餐 期间闲聊些家常 既能塑造不爱摆架子的贤君形象 也能挣个体恤臣下的好名声 高真就在这时候求见了 皇帝从不会叫支而久等 便微笑着让臣子们自行用膳 还命尽是小心事后 然后起身出去 高真行过大礼后 就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来意 皇上 您打算什么时候立皇长子为储君 您登基已经有一年多了 皇长子也快要了 十二岁了 天资聪颖 赤书实力 孝顺谦和 文武双全 之而想不明白 为何您还不下旨立出 他这话一出 不但皇帝听了惊讶 连冬刺监里头那几位重臣 都吃惊得差点摔了手里的筷子 咦 广平王世子居然主动提出 要立皇长子为储 传闻不是说 嗯 可见着传闻不可信 皇帝盯了高真一眼 才露出了微笑 好好的 怎么提起这件事来 是你父王让你来跟朕说的 高真抿了抿嘴 面上露出了倔强的神色 父王常说 他一介贤人 无心理会朝政 只愿过些悠闲的日子 横属皇上心里对什么事都有数 他信得过皇上 又何必瞎操心 今儿这话 是我自己要跟皇上说的 那你又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呢 你父王原说的不错 立楚之事 朕确实是心里有数 只是眼下并非合适的时机罢了 朕儿 立楚之事关系重大 不可轻率下决定 他这话既是说给高真听的 也是说给东次监里 那几位众臣听的 只要他们明白 他这个皇帝的想法 帮忙约束朝臣 那今后在朝上 没有眼色 整天嚷嚷要他立楚的人 就会少许多了 如果连让他纳非的声音 也跟着减少 那就再好不过 高真却冷笑着对皇帝说 侄儿知道皇上心有成算 只是有些事情 不是皇上觉得时机不合适 就可以不谈的 储君一日未定 宫中朝中都不能安心 反而容易多生事端 倒不如早早地把事情决定下来 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就可以死心了 那些多疑猜忌的人 也可以省心了 自然就不会有人闲机无聊 将不相干的人 拖进乱七八糟的事情里去 皇上若 只是一心想着拖延 只怕是凉了人心 可就再也暖不回去了 他说完这番没头没脑的话 也不多言 行了礼就离开了 皇帝听得眉头大皱 猜想着到底出了什么事 高真这番话 是否意味着皇兄广平王 终于无法忍受流言 对他产生不满了呢 可是不应该了 不过是些胡编乱造的谣言 除了会让人烦心 根本对广平王父子 一点坏处都没有 广平王从前受过 比这更大的非议 都不曾皱过一丝的眉头 怎么如今忽然就沉不住气了 东次间内的几位众臣们 也在皱着眉头 他们虽然不大高兴看到 高真一个小小的皇族子弟 在皇帝面前如此的放肆无礼 但高真指字片语间 所暗示的一些信息 却让他们更加不安 是不是有什么 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众臣们用过晚膳 就齐齐告退出宫了 他们还得回去商议 打听一下最新消息 看宫里宫外 今日是否发生了 什么不得了的事 而皇帝也移驾慈宁宫 去向母亲请安 顺便问一问他 今日特地召她去 是为了什么事了 高真独自回到父亲 在宫里的临时居所住下 关于他在皇帝面前 执臣早日立皇长子 为储的小道消息 也很快就被宫人 传到了皇子所那边 昆宁宫中的皇后娘娘 已经想好了 明日将安阳侯夫人 召进宫来后 要说些什么话 促成安阳侯府大公子 与蒋文的婚事 宫外 蒋家老夫人派出了新妇 连夜给安阳侯夫人 送去了一封信